沙巴州北部城鎮古達大清早拉響火警 當地一處木屋區遭遇蛀融之災 大火狂殺250戶住家 導致上千居民失去家園 消整局隨後通報 沒有人員在火災中傷亡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古達木屋區是在今天凌晨5點左右傳出火警 居民從睡夢中驚醒後拔腿逃亡 奔走救火 消整員接獲投報後趕到現場時 火事已經延燒30戶住家 消整隊馬上投入灌救 無奈火事過猛 加上風力助威 情況一發不可收拾 救援隊伍在七英城7點半撲滅火事之際 已經有超過200間木屋複製一聚 超過1000人痛失家園 災民欲哭五淚 火災噪音還不明朗 而這場大火造成的具體損失也有待當局估算